2018年11月6日,第十二届珠海航展正式在我国广东省珠海市拉开帷幕,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航展。珠海航展是我国对外展示航空航天工业最新成就的重要舞台,这里集中了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大舞台。英国分析坚持V矢量发动机后得出结论,欧洲应该全面对华开放了。 自1996年第一届珠海航展举办以来,每一届航展都会吸引大量军迷、媒体以及各国军事专家的关注,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而今年航展开幕至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无疑就是坚持V矢推板战机的公开亮相表演,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对外公开装备矢量喷口的战斗机。 坚持V的出现也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成功研制矢推喷口的国家,而坚持V也成为G-SU-30MKI、SU-30SM、SU-35以及F-22YD5款装备矢量喷口的量产机。 英国分析坚持V矢量发动机后得出结论,欧洲应该全面对华开放了。 在航展开幕的第一天,是推板坚持V就为大家带来的极为震撼的飞行表演。 以往只能在额齿和美智战机表演中才能看到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诺叶飘,狼头机动等高难度机动首次出现在我国坚持战机的飞行表演中。 甚至在一次表演中,我国一架坚持在五分钟之内就连续做了三次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 这充分展现了坚持发动机强大的能量恢复能力,而这也标志着我国战机在超机动领域已经追上美额,正式跨入世界第一梯队。 英国分析坚持V矢量发动机后得出结论,欧洲应该全面对华开放了。 坚持如此精彩的表演同样引起了国外军事专家的关注,一位来自英国的军事专家在观看完坚持完美,且震撼的飞行表演后给予了极高的赞扬。 他表示,坚持的表演证明了坚持已经是世界机动性最好的战机之一,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台强大的矢推发动机。 而目前欧洲两大航空强国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西方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技术已经不是天下无敌了。 英国分析坚持V矢量发动机后得出结论,欧洲应该全面对华开放了。 英国专家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大量西方媒体的关注,一家西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在战机领域已经走在了欧洲之前,此次表演的坚持就是一款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战机。 目前最新版的歼10已经装备了中国最新引发的有源相控阵雷达,14、5吨级WS-10V矢量推力发动机以及最新的电子对抗系统。 就整体技术水平而言甚至要比欧洲双风战机还要更胜一筹,而且歼10已经属于中国空军二线战机,其第五代隐身战机歼20已经于去年正式服役,目前已经开始大批量投产。 而欧洲目前甚至连五代机模型都没有,欧洲各国应该睁开眼睛看看中国取得的成就,不要再做鸵鸟了。 英国分析歼10V矢量发动机后得出结论,欧洲应该全面对华开放了。 此外,一名欧洲军事专家表示,曾经,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要通过武器禁运,高端技术封锁来阻碍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 但如今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西方国家的愚蠢,军事禁运非但没有起到阻碍中国军事武器装备发展的作用,反倒促使中国国内军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临续印度,长期以来印度在国际军火市场左右逢源,西方,俄罗斯所有的先进武器印度都能买到,但近些年印度国内的军工业却没有丝毫进步。 中印两国的对比告诉我们,禁运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是由于有了技术禁运才激发了中国坚持武器自主研发武器的动力,如今欧洲各国应该尽快解除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在中国还能看得上这些技术的时候尽可能的多赚点钱,因为这已经是欧洲军火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后机会。 责任编辑 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近日却披露一个劲爆的消息,称中英双方已达成一项特殊的进出口协议。 英国国防承包商很快将开始向我国出售用于目标捕获,武器控制和对抗系统的基载雷达设备,零件,软体和技术,并且附加一项说明称这笔交易的数量不会受限。 也就是说,英国这次是要放开西方一贯以来对华军用雷达技术设备的进出口限制,图为,肩负十笔掩饰眼镜蛇机动。 虽然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近年来正面临着各种窘境,军事实力有所下滑,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雷达这种革命性装备的国家,他们的雷达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这次的举动在外界看来无非就是在向我国提供帮助,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 由于当年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的限制,我国雷达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识别三日,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我们今天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用我国雷达掌门人胡明春的话就是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持平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还有所超越,比如说在本次珠海航展上,我国高端雷达的创始者,中电科十四所就首次对外展示了一款堪称黑科技的KLJ-7A,三面阵机在有源向控阵火控雷达,三面阵机在有源向控阵雷达。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空战中,那种两架战机面对面狗斗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很多时候都是利用各种先进探测电子设备在超视距的情况下率先发起攻击,所以作为战机上最主要的一种探测设备,基在雷达当然是能看到的范围越大越好。 但是我们传统的机械雷达与向控阵雷达通常视野影多指导正负90度,也就是说战机在搜索目标时经常会出现故头难故尾的情况。 据介绍,这次中电科14所新推出的KLJ-7A三面阵机在有源向控阵火控雷达除安装了具有正负60度探测功能的向控阵阵列外,还在两侧安装了向控阵阵列,使其视野一下扩大两倍以上,相当于是开了第三只眼。 14所在报道中特别强调道,这个三面阵将让战机获得目前世界上最广的探测视野。 最新消息显示,该雷达已经装备肩负20、肩负16等新型国产主力战机,也就是说肩负20等战机的战场信息搜索能力和生存能力将会得到几何数量级的提升。 图为14所展出的量子雷达。 除此以外,此次行展上,14所还展示了量子雷达、泰赫兹雷达、微波光子雷达这种代表国际一流水平的重量级产品。 这样看来,英国现在放宽对我国的雷达出口绝对算不上是雪中送炭,顶多也就是锦上添花,不过也不是说一点好处也没有,至少买英国现役先进雷达对于我们研究欧美体系的西方雷达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有意思的是,看到我国雷达体系现如今的真实水平,美网友不禁感慨,现在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加加,来源,军正平工作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容媒体,作者,雄达,你知道一个国家失去天空后所要承受的屈辱吗? 提计,一,2018年11月初的一天,珠海的天空风和日丽,一架标准服装的尖10B单发战斗机从远处翩翩而至。 与刚刚结束表演的八一队相比,这单架次飞机似乎并不出奇,人们普遍期待的是稍后会出场的歼20。 不过,仅仅在几十秒钟后,这架飞机就用一个完美的普加乔夫眼镜蛇动作预约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这架飞机连续轻盈地飞出了落叶飘、赫博斯特避灯等极限动作。 机翼上的拉烟器在湛蓝的天空中画出了近乎完美的绚丽图案。 或许对一般的观众来说,这样的飞行表演仅仅是惊险刺激好看,但对稍微有一些航空知识的薰迷群体来说,这却是能够上升到有生之年之烈的巨大惊喜。 一架单发战斗机能够在飞行表演中公开飞出这样高激动的动作,在世界范围内上数首次,有生之年居然看到国产飞机飞眼镜蛇了。 微信群里传来的那个视频里,人们狂喜住在一面五星红旗下歌唱祖国,那种喷勃而出的情绪,甚至会令远在千里之外隔住手机荧幕的人也跟住动容。 赋予这架坚持比如此惊艳表现的,是一台国产试验型驶量发动机。 在此之前,除了传统航空强国美额的极少类发动机,再无其他国家攻克这项精端技术,能够拿到航展上进行如此展示,至少说明其在技术指标和稳定性上已经接近的定型。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 终于可以了吗? 我 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